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韓國家園 反破千 父家園 父家園 我們的結合 他們的結合 從民國六十年被非法徵收以後 這些住戶每一天都過著膽戰心驚的日子 他每一天都在想著自己的家園會不會被破千 自己的家園 会不会被强制拆除 但也就这样 相安无事了40年 直到今年5月 高雄市政府没有任何预警 就贴出了拆除公告 我们的住户 在这两个月内 不断的澄清 不断的抗议 不断的要跟市府建立协商沟通的管道 但是市政府完全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答复 就连上个礼拜 我们跟高都盟一起在市政府前面 市政府相关人员 承诺我们一个礼拜后 要开公厅会 最后这个承诺也是跳跳 我问我说我要举证 我现在就举证 这个是当时省政府 在这里说 这个果菜市场不是公营 不是国营 宋南果菜市场是由地方政府与融会共同经营者 亦不应辞而有益 这是政策公司有公文的 第二 地震局关于土地团的地震局和法治局说 说都市举举的 如果要是可以 第一就是政府主席 还是政府机关 第二就要有评定预算 有评定预算就比较有政府机关 不然我们就没算吧 第三就是直接经营 第三个是直接经营 这样才能当 如果是接受市民或是团队导租 并将土地提供私人或团体使用 依照素市第五十一条 不得征收土地征收 这很明確的 议员说 他会当中较反映 他经营我们的意志是什么 是去骗两个专注的同意书 后来说已经协议完成 为了这样才有市场的指使单位 指使展官 指使上级的主管单位 经济部 看一张适合 哪像是怎么办 非常不负责 适合以公共立委目的 来征收我们的媒体 这就是政府说的 在国的公司已经经营完成 他用这种非常不负责的 不论政策的公司也不行 他这个很明确的 荣卫就是第一面 荣卫在这边很明确嘛 政府和荣卫共同经营者 也就是比赛一样 但为什么他们变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奥连的地方 这个案子在民国七十一年的时候 这些有土地 有建物的这些住户 十三人 已经有跟内政部提起宿愿 要求这一大块 七千五百坪的土地 你没有用到 你没有按照征收目的使用 你本来就应该要发还给地主 这是土地法209条的规定 他们当时也是申请发还征收土地 结果内政部也认为 高雄市政府 你的原处分撤销 要求他们另外依照这些地主的申请 为定是法的处分 但是从七十二年拖到现在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在五月十一号 高雄市政府就发文 要求三个月内要拆迁 昨天有几位地主到市府去跟副市长协调 副市长非常强硬的说 这个案子已经四十几年了 征收已经合法了 而且呢 我们已经提存了这么多年 你们都不去领 你们早就超过时间了 是这样子吗 大家可以去翻翻看 土地法209条 在七十八年之前的规定 完全没有所谓的 所谓时效的限制 市政府一直推托说 早就超过时效 这都是在欺骗人民 假如他们知道 这个部分的法令的规定 就不会拖这么久的时间 所以市政府根本就在欺骗 这些不懂法律的这些地主 这些老人家 这些阿公阿嬷 所以我们这个礼拜 我们就会向高雄行政法院 提出同样的 八环征收土地的行政诉讼 我相信这个案子 一定要还给这些 完全没有拿到一分一毫的 补偿费的这些地主 所谓他说的八成是两个大地主 跟公益的土地加起来 刚才79%的土地 土地不是人 他们都没住在这里 市政府根本这些主 95%没人而已 都没人而已 他是用那种去扭曲 让人家造成说 哇已经百分之八十多了 我现在在拜祭的时候 我有要求 我希望只办公听会 如果我们错了 我们不对的话 我们无条件放弃 到现在他还没让我们消息 实际上他是最终做的方式在扭曲 我们只要诉求 这个我们一直在那个 我们刚才那个 我们那些有哪有 就是你撤销征收 重办重化 你一定这本来我们的土地 你市長要刷 那没有嘛 第二个就是他的落实 以前市長跟我们说的就是 一半没条件放弱 一半将会行业 你一定要专案处理 丹教育七十两年后 答应我说市長刷了要办专案处理 五十八年大家说已经要发报了 没有了到一百块五年 变成说要逼我们走 说我们是僭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平 跟在这里叫他跟我们沟通 他都没了 每次都各说各话 我们每天就是不了解 所以每一边他说的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的那个里面 资料里面 我也反驳他讲的部分 那几个月开始了 我十九月开始 坐在那里面 我那时候五十五月 那有几个月 我两天嘛 这天到这天嘛 那都要跟我们判 他就介绍 所以观众 我们两天那就有所缺义 这边也行 那边还行 这边跟这边 一八坑十二个到一八坑老 那边都有所缺义 那边有所缺义 这边不就不难 那边没关系 那边没关系 那边这边 那边都没关系 那边是一件很难 那边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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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